从没见过这么变态的女老板 她竟让所有面试者脱下裤子 然后又从上面看到下面 所有人都听话照做 只有陈好无动于衷 但是在老板的威逼下 男人为了得到这份工作 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毕竟现在经济十分紧张 家里还有一个怀孕的妻子 如果再找不到工作 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这时老板脸上露出诡异微笑 她单独留下了陈好 其他面试者只能遗憾地离开 随后女老板坐在椅子上 要进行下一步 此时陈好一脸懵圈 不知道老板看中了她哪里 直到老板提醒她穿好衣服 陈好这才如梦初醒 就当她要离开时 却突然被老板叫住 陈好内心瞬间乱了套 赶紧匆忙地离开这里 不知道老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第二天早上来到公司 正好有个同事过来打招呼 她对这样的面试充满疑惑 于是尴尬地问同事 面试时是不是也脱过衣服 没想到同事竟点头默认 陈好吓坏了 难道你老板有什么特殊嗜好吗 男人则安抚她不用担心 每个入职者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随后跟她解释工作内容 陈好简直难以置信 难道每个人都会同意吗 听完老员工的讲解 陈好有种不祥的预感 终于回到家 他试探性地问妻子 如果自己辞去这份工作 你会怎么想 妻子说我会很难过 并且生活会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我相信总会有办法的 此时陈好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便拿着辞职信来到老板办公室 可还没等他开口意外发生了 如果你表现得好 这个主管就是你的了 男人想拒绝 但老板说主管工资 是你现在工资的五倍 而且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听完老板的话 陈好果断撕碎了辞职信 为了老婆肚子里的孩子 他不得不接受现实 看到男人为了利益 再次选择妥协 好像很符合老板选人的标准 晚上男人推门而入 看到女老板一身清凉地打扮 并且主动示好 吓得陈好立马关上肛门 很快女老板凑到跟前 并一步步地靠近陈好 关键时刻 陈好说自己是来辞职的 女老板表示不理解 陈好解释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 我不想背叛我的爱人 当男人要离开时 这时同事们却突然出现 女老板也为他鼓掌 男人瞬间猛圈 原来刚才的都是测试 而女老板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他只是通过这种方式 找到忠诚并且有原则的人 最终陈好通过测试 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 从此跟妻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见过这么奇葩的测试吗 女人把屁股坐在纸板里 只要臀部是最圆最大的 就会通过成为富婆的儿媳妇 因为富婆有着老一辈的思想 认为只有臀部大的才能生儿子 坐在纸板上 臀部如果尺码不够 就会无情地被淘汰 经过仔细的测量 只有三个女人通过第一关测试 接下来富婆的话让人震惊 说谁能让儿子满意 让我早早抱上大孙子 谁就会成为未来的儿媳妇 看着眼前风流倜傥的帅小伙 小美觉得势在必得 富婆却说墨镜男人只是自己的保镖 可就在他们心怀欢喜的期待中 这时却走出来一个残疾人 所有人觉得非常失落 不过为了能够嫁入豪门 小美跟玛丽互不相让 都想成为富婆的儿媳 小美因为有着又大又圆的臀部 获得第一个出场的机会 自以为有着傲人的身材和靓丽外表 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想给陈好生儿子 这样自己就会过上奢华的生活 面对如此开放轻浮的女人 陈好却十分反感 直接让小美离开房间 小美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可来到众人面前 却说已经成功拿下陈好 而不服气的玛丽 早有准备直接拿出杀手锏 换上精心挑选的服饰 试图用自己优美的舞姿来征服陈好 而只会卖弄风骚的玛丽 陈好却并不感兴趣 直接跟玛丽说 自己下半身没有任何知觉 完全失去生育能力 玛丽得知自己无法实现富婆梦 气匆匆地离开 但是来到富婆前面 却跟小美的表现一样 声称自己跟陈好 已经生米做成熟饭 而此时淡定的安娜 来到房间便拉上窗帘 陈好则直接开门见山 对着安娜说 请开始你的表演 无以言表的安娜 伸手摸着陈好的胳膊 男人本以为安娜跟其他女人一样 没想到下一秒 安娜实在装不下去了 直接跟陈好说出实情 称自己只有结婚 才不会被驱逐出境 陈好见安娜如此真诚 并没有责怪她 客气地让安娜离开 转眼九个月过后 竟然有两个女人挺着大肚子 可是玛丽的小聪明 当场就被富婆揭穿 此时的小美说 自己是真的怀孕 而富婆却说 不是自己儿子的骨肉 没想到小美跟保镖 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早就被富婆拍了下来 只有安娜用自己的真诚 打动了富婆母子 女人趁丈夫熟睡 每晚都会偷偷去约会 为了不被丈夫发现 她都会让闺蜜帮忙睡在老公身边 可下一秒 男人直接抱住闺蜜 我的妈呀 闺蜜下得赶紧躲进被窝里 幸运的是 丈夫并没有发现异常 安娜这才退到一边 拿出晚上约会穿的战袍 闺蜜觉得非常棒 虽然安娜说会早点回来 可闺蜜还是无比紧张 很快安娜来到约会地点 此时小鲜肉已经等不及了 女人坐上她的小摩托 很快俩人就消失在夜色中 直到第二天凌晨 安娜才不情愿地回到家中 而闺蜜一夜未眠 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 安娜递给闺蜜一打钞票 算是对她的报答 就在他们要换回来时 谁知意外发生了 丈夫的手机闹铃响起 这下完蛋了 安娜连忙躺在地上不敢动 闺蜜也躲进被窝里 随后男人关闭闹钟 转身就搂住了安娜 眼见事情要败露 危急时刻安娜也回复早安 安娜只能借口 自己还没刷牙 好在男人迷迷糊糊中 并没有听出不对劲 闺蜜也不敢乱动 这样下去 迟早要被男人发现 女人灵机一动 用闺蜜手机给老公拨去电话 手机铃声再次把男人吵醒 趁着男人去接电话的功夫 俩人顶着被子逃出卧室 快速来到厕所所上门 本以为能躲过一劫 没办法女人再次披上棉被 对老公撒娇地说道 自己还没有刷牙 即使丈夫不介意 可女人还是拒绝并关上钢门 虽然这次暂时蒙混过关 但下次不一定那么幸运 闺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劝安娜马上收手 不要再出去鬼混 这样对她的丈夫不公平 可安娜仍然执迷不悟 闺蜜健壮 不想再继续配合 却被安娜拦住 她请求闺蜜再帮她最后一晚 善良的闺蜜没办法 只能答应安娜的请求 却没想到因此彻底改变她的命运 第二天晚上 闺蜜意外睡了过去 而陈好发现 妻子的头发怎么变了颜色 吓得她立马坐了起来 想扯开被子看个清楚 结果身边睡得竟是个陌生人 那你在我们床上干嘛 我老婆哪去了 闺蜜谎称 安娜一个人出去了 此时男人彻底猛了 我老婆出去 为什么不带我呢 闺蜜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这时突然传来异想 原来是安娜把小鲜肉领家里来了 陈好闻生立马出来查看 看到自己被绿了 陈好不禁愤怒地质问 可安娜却非常淡定 还问她为什么不睡觉 这时小鲜肉看不下去了 觉得他们家的关系太乱 竟然直接退出了这场游戏 原来小鲜肉跟她只是玩玩 此时女人彻底认清现实 恳求丈夫能够原谅她一次 但陈好态度十分坚决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女人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这里 最后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妻子想跟别人玩游戏 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秘密 于是把胶水涂在丈夫鞋子上 甚至地板上也涂上一层 这样即使她突然回家 也只能被钉在原地呼救 没想到丈夫很快回家 她穿上拖鞋准备休息 却发现怎么都无法动弹 而此时女人也玩上了游戏 丈夫大喊却没有反应 这时她看到旁边的强力胶水 感觉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借助远处的工具开始自救 先用打火机将钢片加热 然后用力撬开鞋底才得以脱困 男人摔倒的声音 被卧室里的两人听到 这时陈好快速上楼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娜赶紧出来为男友拖延时间 直接抱住了丈夫 还问喜不喜欢自己的恶作剧 但丈夫通过镜子的反光 发现了屋里的男人 可等她追到阳台时 并没有发现男人的影子 就连楼下也没有 因为没有抓到现行 男人并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随手把窗户关好 还体贴的怕妻子感冒了 妻子以为丈夫啥也不知道 其实陈好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第二天他在窗台上挤满强力胶 准备抓人 随后大声地告诉妻子 自己要出门 今天会晚点回来 然后故意使劲关门 陈好赶紧躲进旁边的储藏室里 没想到下一秒 妻子就跑出来 开门迎接小鲜肉 就当他们自作聪明 以为安全时 殊不知男人又折返回来 妻子闻声 让小鲜肉赶紧藏起来 自己也开始整理着装 陈好冲进来质问 那个男人在哪 见妻子啥也不说 陈好赶紧跑到阳台上查看 可浇水并没有人动过 男人彻底怒了 如果男人没从阳台逃跑 那一定还藏在家里 妻子怕事情败露 便把一杯水放在桌角 等陈好检查完窗帘后 不小心碰倒了水杯 此时女人借题发挥 责怪丈夫毁了最爱的地毯 陈好气疯了 又去别的地方找 谁知下一秒 小鲜肉从裙子里钻出来 又藏进弄脏的地毯里 刚把男人卷进里面 而陈好什么也没找到 只能无功而返 妻子说她神经过度紧张 把所有责任推在丈夫身上 气得她把气撒在地毯上 结果听到声音声 这才让她发现 原来小鲜肉藏在地毯里 但她并没有当面揭穿 于是有了惩罚他们的主意 她让妻子帮忙把地毯抬到楼下 虽然女人十分不愿意 但在陈好的坚持下 她也只能跟着丈夫一起抬地毯 在下楼过程中 陈好故意撞几下楼梯 这可把女人心疼坏了 然而下一秒 此时陈好彻底摊牌 你难道没什么要跟我坦白吗 陈好知道真相后 直接一脚把地毯踢到楼下 藏在里面的小鲜肉也滚了出来 安娜非常心疼 赶紧上前查看小鲜肉有没有受伤 陈好也拿到女人出轨的证据 此时两人彻底猛了 陈好看在俩人夫妻一场的份上 会很快写好离婚协议 而这块地毯 将是唯一留给女人的财产 那你觉得女人会后悔吗 你知道女生的胸有多重吗 岛国的一项奇葩实验 非常贴切地告诉你答案 他们先是找来几个男人 然后在胸前挂上玻璃罐 里面放着分别对应的小动物 首先是A罩杯 相当于在男人胸前 挂着两只黄色鹦鹉 C罩杯是比较肥的刺猬 D罩杯是超级可爱的小白兔 B罩杯是两只胖嘟嘟的小豚鼠 E罩杯就更大了 是两只成年的小公鸡 那么带这么重的胸部运动 每种型号会是什么状态呢 实验开始 A罩杯在跑步时 小鹦鹉会随着身体有轻微的晃动 当B罩杯在快速跳绳时 表现的就有点剧烈 两只豚鼠在杯子里起起伏伏 但更惨得来了 C罩杯在打网球时 小刺猬在里面被剧烈摇晃 差点就要吐出来 更难的是D罩杯 在剧烈运动的时候 两只小白兔马上就要被晃出来 最惨的当然是E罩杯 伴随着男人左右开拳 里面的小公鸡都坐不住了 感觉马上就能吓出鸡蛋 就是说女性在运动时 她们的胸会不规则地晃动 根本超出你的想象 所以女性非常不容易 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爱护她们 尤其是罩杯比较大的女孩 美女在男人面前直接掀开衣服 男人激动得顿时血压飙升180 紧接着女人说 只要玩游戏能挑战成功 直接把自己带走打扑克 男人迫不及待地开始游戏 结果心急的她第一次挑战失败 紧接着又开始第二次挑战 却不知女人的同伙陈好悄悄出现 而此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男人 却又一次挑战失败 陈好却趁机偷偷来到男人车上 趁着男人专注游戏时 直接把男人车开走 就在男人挑战成功满心欢喜时 安娜先开衣服便扬长而去 男人气得直接问候了女人18代 然而当她转身时却发现自己汽车不见了 这才发现自己被女人骗了 而这时安娜跟陈好早已在约好的地点会合 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包裹放进车里 紧接着安娜拨打了报警电话 举报有人私藏面粉 随后二人便跑到一旁藏了起来 等男人气喘吁吁赶来 庆幸自己找到爱车时 警察突然赶到 紧接着从后备箱找到违禁物品 面对眼前的事实 男人就是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无奈只好被警察带走 画面一转 陈好又打扮成帅男 来到男人的老婆家 不管三七二十七 就跟男人老婆亲热起来 弄得女人一脸猛逼 而此时一旁的安娜已经偷偷拍摄下来 还没等女人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陈好早已溜之大吉 第二天 长发女跟安娜来到女人家里 说女人的老公已经被捕入狱 只要女人放弃遗产计成全 可以帮助女人老公洗脱罪名 如果不答应 还要把女人见不得人的事公之于众 女人十分不解 说根本没有做过违背道德的事 当安娜拿出证据 女人看到眼前一幕 觉得十分委屈 急忙解释 那只是一个误会 而这一切都是长发女 为了独吞遗产 联合安娜跟陈好 陷害自己的哥哥 就在长发女 以为自己的阴谋得逞时 不料这一切早已被老人偷偷拍下来 最终长发女也为自己行为 遭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长发女人身上